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人物年度面孔 于是杨子丸 盛肖战 王一博 杨幂 热巴 刘诗诗等顶流入选 一年中形形色色的评选和颁奖里刷屏不断 专业的权威的主打影视作品和演技实力的 非专业的娱乐的主打颜值和人气与实力关系不大的 不胜美举 一波又一波刷屏 有的评选和奖项让人心服口服 而有的纯属凑热闹忽悠网友分猪肉 无人在乎甚至吐槽 所以一年中几十场的盛典红毯比美斗艳 去的明星 特别是帅哥美女很多 谁也不能说谁最帅最美最火 毕竟各有千秋 都有奖拿 但最近 一项很低调但名字却很大气的人物杂志 公布了2023年度面孔 迅速引来很多围观 一方面 人物杂志虽然不像其他媒介平台那么高调 但名字更大气 而2023年度面孔 更是涵盖了不只是娱乐圈的明星 而是全年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更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所以娱乐圈明星入围不多 且不都是流量明星 还得看实力和影响力 即使不举行轰轰烈烈的颁奖仪式和沸沸扬扬的红毯走秀炒作 也能有关注热度 另一方面 虽然入选的人物不多 但涵盖广 而且娱乐圈即使只入围了三个明星 除了冯远征是老戏骨老前辈 于氏和杨子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 两人粉丝多 人气旺 自然很多围观和夸赞 而且除了杨子和于氏的粉丝出来帮助偶像宣传造势 各种宣传助威 这个入选和评选 虽然也不算多高的奖项 也不见得有多少实惠 但这种认可还是很难得 不仅听起来霸气体面 而且也算来之不易 毕竟娱乐圈明星太多 竞争太激烈 要入围这两个名额 也可以说和拿影帝影后差不多了 比如男星方面 虽然于氏在2023年凭借风神第一部一炮而红 街下泼天的富贵 人气身价飙升 后续影视资源不错 还成为各种颁奖里的红人 刷屏不断 但是于氏毕竟是新人 就算多性感帅气 娱乐圈也不乏这样的明星 而且早就走红 比如肖战 白敬廷 王一博 成毅 王鹤帝 谭剑刺等等等等男星 在2023年要作品有作品 要人气有人气 都是当之无愧顶流 都不在于氏之下 于氏能脱颖而出 除了个人魅力和实力 更胜在一个新人身份 而女星方面 竞争就更激烈了 只是2023年没有出现 像于氏那样的爆发力十足的新面孔 竞争都在老面孔之间展开 但最终也算新人胜出 因为比起唐嫣秦岚 张雨起 刘诗诗 杨幂 赵丽颖 等等大姐 杨子算是年龄小 但她也是出道十几年的老人 资历实力不比她们差 而且现在成功挤进时尚圈 全年娱乐 红毯 刷屏不断 所以也能展示 比她更漂亮的 关小彤 迪丽 热巴等顶流 成功入选 2023人物年度面孔 也算是对她实力和影响的认可 街舞还得看王一博 嘻哈风舞台秀火出圈 引发全民翻跳热潮 这就是街舞六总决赛 王一博久违的舞台秀 瞬间点燃全场 纯正嘻哈风的舞蹈 再度掀起全民翻跳热潮 果然街舞离不开王一博 这一季街舞悄然声息的落下帷幕 好多人直到王一博参与总决赛 才知道街舞六开播 结果还已经结束了 这次总决赛的名场面可谓不少 带来的话题度更是带飞了街舞热度 王一博的舞台大秀 永远的Hip Hop舞台 让不少人感叹 之前的舞台感觉白看了 街舞看得看王一博 舞台大秀阅读量轻松破译 平台会员在线 王一博的几位破千万 平台资本瞬间乐开了花 不愧是招财小福星 在王一博表演前的广告 更是高达二十多分钟 让好多人不禁感叹一句 王一博的人气果然失望 赞助兜扎堆上 王一博对于街舞的影响力 有目共睹 在街舞圈得到了认可 这次王一博全程陪伴其中 丁诚心成功追星王一博 还有周宇祥勇敢去要联系方式 还有小朋友举着自己手写的灯牌等等 原来王一博这般受欢迎 没想到王一博的舞蹈秀 出圈火得这么快 大秀和王一博合作的 QK在ins上发布了舞台秀 感谢了王一博的选择 这么棒的舞台秀 大家更是有共鸣的 街舞圈更是期待已久 好不容易等到了王一博 他来自于街舞圈 大家对他的认可度也高 再加上他的人气和热度 带出圈街舞 每次对待舞台的态度和对街舞的热爱 才会彼此成就 就在王一博舞台秀表演完 瞬间翻跳热潮就从街舞爱好者这里开始 佩服这些爱跳舞的人 他们都说 到目前为止 只有王一博的街舞才会引来大家翻跳的狂热 人气高 热度也高 这支舞台难度系数不低 大开大合 hip hop风纯正 王一博跳得很有个人魅力 甚至还相当的出彩 不少街舞士都开始学起来 因为王一博在青少年中人气很高 关注度皆来自于街舞 果然街舞离不开王一博 他的回归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街舞 无论是人气还是街舞的实力 才能掀起街舞翻跳热潮 王一博的绿海惊呆了平台和资本 难怪我们在街舞舞台上 看到这么多人都喜欢围着王一博 无论街舞舞台 还有制片人导演都过来围着他 王一博所在就是人气 没办法 这就是魅力 街舞还得是王一博 一出现就会炸锅 一跳舞就让人疯狂 一支舞就能引发全民翻跳热潮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回首王一博刚来街舞的时候 好多人都不了解他 纯属就是爱豆的感觉 可是在他跳舞后 一脚踹开了多少人的心门 也得到了街舞圈的认可 原来是练家子 甚至他们觉得王一博是去比赛的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如今看来 王一博无疑是中国街舞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这句话在这一季总决赛获得了认可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